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科幻片 《地球少女守护者》 由于人类的作死 致命的毒物在地球蔓延开来 无数人被毒死 甚至活活饿死 在这几样关头 科学家研发了一种能量战 可以在太空中收集来自其他星球的低热能 开始了撤离地球的计划 一百艘飞船飞入太空 将能量战变成了殖民地 漂浮在唯一有火山活动的木星卫星之上 山和自己的父亲则留在地球 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可以改变地球的环境 每天发送广播 鼓励人们留在地球 还在地势高的山顶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 养着蜜蜂当实验对象 如果蜜蜂可以适用毒气生存 那总有一天人类也可以 结果自然是失败的 虽然有一个在能量战的异星恋男友 他们每天都通过邮件交流 男友一直劝他离开地球 因为最后一艘飞船即将起飞 如果不搭这个末班车 结局就是待在地球等死 本来山嘶吼没有撤离的意思 直到一场毒气风暴袭击了营地 摧毁了他的实验基地 蜜蜂也难逃一劫全部死掉 正好这个时候从天边飞来一个热气球 远道而来的小黑说 自己听到了山霸的广播来到这里找他 但是山霸出门去采集样本了 一般要好几天才会回来 小黑便在基地住了下来 几天过去了 山霸依然没有任何音讯 于是小黑硬闯了山霸的房间 发现里面已经满是回尘 丝毫没有生活的迹象 原来山霸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山霸这个消息会引起幸存地球人的恐慌 便一直没有将消息广播出去 还每天都在广播里播放着父亲的录音 看到这里 我真的是很想骂人了 自己不想活了 还有别人给你陪葬吗 得知真相的小黑 决定带山一起乘坐最后一艘飞船离开地球 山却突然收到男友要参加一个考察任务的消息 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和他见面 山伤心欲绝 当天晚上就勾引小黑和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小黑发现 他们的氮气不够支撑他们前往飞船发射地 奇迹败坏的小黑说出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找山霸报仇 他因为听信了山霸的拯救地球理论 眼睁睁到看着自己的妻子饿死 现在自己也要死在这里 山却告诉他禁区里可以找到氮气 于是发送了广播 让幸存的人赶紧撤离地球 两人边前往禁区 准备前往飞船发射地 一切准备就去后 山却改变了主意 他看着艺术博物馆里的瑰宝 决定留下来 他摘下了防毒面具 并让小黑一定要告诉大家 地球还有未来 影片的结局是小黑独自坐着热气球离开 而若干年后的山 带着和小黑的孩子在地球生活 每天都能看到他最爱的大海 总之这是个很无聊的片子 尤其是不要在春困的下午看 否则你会发现 睡觉比看无聊的电影舒服多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远离烂片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